这是互联网的一种生态模式 它必须要有量 那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 其实是没有办法经营量的 我指的量当然包括了流量 产品的总量 尤其要在互联网上面做这件事情 它是需要资金的 是 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 其实是没有办法自己来干这件事情 那透过这个平台 其实我常说 所有的工具就像一把利刃 它必然有好的地方 也会有不好的地方 那Lazada或者Zalora 甚至Eleven Street 他们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背后是当然通过各种各样的资金的增合 才可以引发去做这个事情 那其实某种程度 是在帮助了中小型企业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你说有没有伤害 那当然也会伤害 如果我自己来做我自己的网站 我自己来卖我的产品 我可能利润会高一点 我可能可以享有更多的自主钱 那透过了这样的平台 我可能少了一些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得跟诗 看你怎么看 可是我们建议你 不要慢慢等 或者学习好 才来卖 因为那会等很久 也就是说 网路是一直变化的环境 等你学好了这个 它又变了 你有点在学 要一边做一边学 没错 你一定要一边卖 一边学 即使碰壁也无所谓 就要赶赶冲 碰壁才会成长嘛 所以我们鼓励你 不管你现在的规模多大 你全部先归零 我说你原来的传统生意 你先归零 回到网路上 你就让它去try 每一次的不成功 都会创造你下一次 可能学习跟累积的经验 所以赶快开始 你才能不断地积累经验 到有一天你觉得 原来我可以掌握 这样的一个know how 我可以这样子去卖 消费者或者现在 大部分的人们 都透过网路来崛起资讯 如果还是透过网路 不管用手机或者电脑 大部分是手机 来崛起资讯的话 你没有在网路上 它根本不认识你 那就算你不要在网路上卖 你赶快在网路上出现 先打个广告 让这些人潮 去到你的店去消费 对所以才会有 O2O这个term 如果你在放眼 全球电子商务的发展 其实也来到了一个 很有趣的 这个期 我们讲的这个时间 我用一个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 讲法 其实是传统产业 想要网路化 网路产业想要传统化 很有趣的 怎么说呢 你会来看比较大的一些电子商务公司 国外的 其实他们纷纷到实体店去开店 很有趣 那为什么他们要到实体店开店呢 因为其实在网路上面经营生意 也会有sealing 它也会饱和 电子商务进入的门槛 其实是很低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一个人可能是学生 我打开电脑 我就可以在网路上卖东西了 对不对 我可以在Facebook卖 我也可以在微信里面卖 这个是很简单的开始 对不对 那请问这一群人 他有没有想过去注册一个公司 他没有 他就我只是要卖卖而已 我没有要干嘛 可是他没有注册公司 政府就觉得你没有缴税 对不对 政府想要管制的原因 当然税是一个 可是如果他们那么小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连公司都还没有想要成立 就表示可能银额不大 当然后来也有一些银额做得很大的 是 那我们另外再谈 可大部分其实银额不太大 那对政府来讲 税我觉得不是太关键 政府想要管制的背后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太多人在网路上卖东西 是骗的 后来很多遇到了很多客户 客户会投诉 所以这个投诉的案件多了以后 政府觉得不管制不行 商家的好处是 其实你需要你的客户相信你 你有注册公司 对客户其实会比较好 电子商务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那当然会是一个好事 因为如果没有 当年如果没有Lazada来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电子商务的发展 可能没有办法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变成这么大的话题 因为他注入的资金是多的 如果没有11岁 可能没有这么多商家 到网路上去卖产品 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 去到处去找商 那如果这一次 阿里集团再来 透过了自贸区 我就会引发一波更好的一个效应 让商家们开始思考 我除了卖国内 我能不能卖国外 那我有没有机会 看到国外的产品很好 也透过自贸区把货进进来 这些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是商家 你很担心 世界平了以后 很多外来的竞争 那我鼓励你把思维转一转 因为那个竞争必然发生 那你要把你的角色换一下 以其准备被打压或打死 不如想想看 你有没有机会跟他们做衔接 10月9号开始 连续三个星期 每天早上9点钟 和你探讨不同的预算课题 2018年财政预算 我们一笔一笔帮你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